川普总统签署的行政令内容包括 为在中共病毒疫情中数千万失去工作的美国民众 每周额外提供400美元的补助金 暂时停止征收工资税 停止从有联邦政府支持的出租房中 驱逐房客并延长联邦资助的学生贷款的领利率 这是他们需要的钱 这是他们想的钱 这是他们帮助的帮助 最新的每周400美元的补助金 高于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每周200美元的救助金标准 共和党人认为提高失业补助金 不会鼓励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 而截止到今年12月31日 政府还将暂停向大部分的美国人征收工资税 造成谈判失败的民主党纾困计划 很大一部分是要求联邦政府应给予各州政府更多的财政援助 并把11月3日大选邮寄选票的费用 纳入民主党的提案 川普批评民主党人的提案不公平 并试图通过欺诈赢得选票 川普批评民主党的提案 川普批评民主党的提案 川普签署的总统令中的一些措施 可能面临国会民主党的法律挑战 因为美国宪法赋予国会控制联邦政府开支的权利 新唐人记者徐哲宇听综合报道